最近我们谈到Meta,一个人工智能的OpenAI 现在被路透社踢爆了,原来中国人民解放军 利用了这个Open Source去开发一个潜在的军事应用工具 就是用来训练他们的军队 这件事都立刻令大家哗然的 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种我们说由Meta,主要百格旗下的机构 开发这个Lama的大型语言模型 其实它本身是不牵涉到任何一些武器开发危险品的应用 所以解放军拿来做训练的工具 第一个是完全违反了使用条件 第二个也说到就是中国 它为什么有自己的软件不用,就会用人家Meta的软件 那是不是外国的东西是特别香的呢? 第三个就是,如果不同国家的军队是不是都已经开发这些软件 那大家都静悄悄不出声 都已经使用这些Open AI去训练他们的部队 甚至乎做一些战略的预测,例如说我们讲兵推等等的事呢 那甚至乎有没有机会呢,来近这个AI的革命呢 已经是超越了所有的战略的威胁,阻吓的力量 例如包括我们讲传统的常规武器啊 或者是核弹啊等等的威胁,其实都已经过时 那如果你透过AI的控制呢,可能连别国啊 即是他们的中枢的控制系统都能够取代的时间override到 那令到新的国界或者新的国家安全的问题 又会令一个形式出现呢 所以今天我们都会和大家探讨一下 好,那大家欢迎回到军公开幕 那我们今天都会和陈博士一起谈一下这件事的 喂,陈博士你好啊 是啊,Larry好啊,大家好啊 是啊,喂,陈博士这件事呢 其实这个消息听到就有点爆的 但是呢,当然我们都会探讨一下那个里面 包括科技上的应用啦 以及整件事的严重性呢 去到哪里啦 但是呢,我们看到来自路透社呢 就是他们的爆料 当然他们本身就叫做有一些人在那里啦 那么他们说呢 现在解放军呢 他们是将Meta这个Lama 一个早消息的版本 应该那时候呢 他们用Lama 2的版本 那么就去建造了他们呢 在中国呢,他们自己adapt了的版本 就叫做Chat BIT 那挺有趣的 这个Chat BIT呢,他们说 它那个效能呢 大致上呢,就有接近到Chat 4 都不是4.0啊 4的90%的效率左右 那么它那个的大语言模型呢 LLM呢,就用Lama的13B 就是这个呢,这个规格 那就去结合他们中文的参数等等的东西啦 那所以都想问陈博士 现在中国呢,既然他说他做到Chat 4 就是大概90%的能力啦 那他现在这个开发 那当然现在最新Lama 已经去到3.1啊 甚至乎3.2啊 那些的情况出现了啦 那其实他现在中国去用这个速度去做那个训练呢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突破性的发展啊 还是你会觉得 其实有些东西是揭示了中国现在AI那个发展 或者那个军队训练上的指标 先不先进啊,下不下后的那些位置呢 那这样讲啊 这个标题永远就好像很吓人那样的 那不然就不吸引到大家去注意啦 我这里甚至乎不如讲大一点啦 现在就说全中国是用这个Matter的Lama的语言模型 来去做他自己的军事用途那样 那他不限于训练一些东西的 其实是有其他的应用的 都是可以帮助到他们的军事那方面的 那我会这样讲 如果你现在跟我讲 不只是中国 而是所有其他被有份联练去做邪恶俗心国家的 那些伊朗啊,朝鲜啊,连俄罗斯啊 都一起去download了这套东西去train自己用呢 我觉得更加接近真相 就是中国用有什么不奇怪呢 其他国家基本上全部都一起用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认为呢 首先 这个Matter的Lama的语言模型呢 它是 整套东西已经是open source的 你是基本上可以任意地去download 就算你在大陆download不到 你找个人在香港和你抄上去都可以的了 其实就 我想都不用了 翻一翻牆什么都可以的了 那 那这套东西本身 就说你不可以拿来做一些不良用途 怎样用军事用途 浪费了 你整一个open source 别人喜欢怎么用 怎样用 怎样玩就怎样玩的了 那当初你说 就是搞得语言无形那些东西 最初就是checkGPT那些东西 那我们大约知道 哦 很有用 就是在文书上有很多的有用 但是随着它发展得越来越厚 那它加了越来越多新的一些feature 就是 譬如你说用Matter的Lama去说 它说 就是最初你说可能2.0的时候 解放军就已经把它download了 拿出来用 它3.0的那些讯理方死它不会用呢 公布出来照用 因为何况3.0的讯理方法再多了些什么呢 就是多了一些可以做视觉 就是不是显示视觉效果给你 是它自己有视觉 懂得去帮你看图 由个chart去read一些数据出来 去分析一些东西 就是那种你给 你譬如一篇paper上面那些文字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图 它可以和你明白图里面的数据是在讲什么 就是有这样的能力 然后再根据你给它的指令 或者你给它的训练 或者你给它的训练 来再去 就是帮你去 叫做总结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那这个是它本身的模型有的 其中一个基本的能力 那你放得在那里 就一定有人用的了 它为了提供方便而已 那就不要说到就是说 哇 中国好像用了美国的AI 现在来去增强自己 其实我会这么说 当这件事情 一放在公共领域里面 你基本上 你恐不恐怖分子 邪不邪恶属心呢 都全部一起用的了 其实就 然后你基本上都没有办法去 制约到别人是怎么用的 所以这件事情只能够说 就放得出来就预了人去用 就好像 就是你都想着 哇 怕不怕那些小孩 拿来自己作文 把篇文章拿出来 那你先预了一定有 是吧 你也没有办法去防 你查篇文章 你还可以查一下 它是不是自己作 都还有些工具可以 嘗試去了解一下 但是如果它是自己关门 自己用自己的机器在那里run 那你去run些什么出来 你唯有就是 我们尝试就是想一下 这些这样的模型 可以帮它做到 那些什么类型的工作 而这些工作是 就是叫做 可以的影响有多大呢 提供了多少方便出来呢 那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变成了我们呢 其实是需要 对于这些语言模型呢 它那个运作 和它可以做到 那些什么的能力 要有多些认识才可以的 但是我不知道 譬如Larry你自己呢 你有没有去用过任何一种 语言模型去做任何的东西呢 或者身边的人 有没有都会这样的用法呢 都有的 例如身边有朋友 他们会利用到 去查GBT的功能 做一些统计 或者去做一些总结 甚至乎呢 甚至乎呢 因为它那个Language Model 你可以拿来去做一些文书的工作 那很方便啊 就是你说你去把修辑几个版本呢 走出来 改到適合自己的心意 那整件事情 最重要就是呢 你训练它了 就是你训练到它 越来越知道你的心意 越来越知道你的standard 是怎么做的时候呢 那做事的效率 很多事情就会走出来 所以你当初你input的东西呢 其实都挺重要的 那这个也是呢 我也想问陈博士的事情就是 其实在那个AI的世界里面呢 就是一件呢 主要都是建构呢 比如说我们讲一些拼音文字啊 拉丁系啊 那些文字 以英文为主啦 那去做呢 那个建构呢 那里面会为主啦 那现在你见呢 就是解放军这一套呢 其实就用到中文 我们见到呢 就是他们讲呢 以十万个单位去做 那看上去呢 就是说多还是少呢 我感觉就像少的 那其实会不会都挺影响到 它现在那个model 就是那个LLM呢 这个大型文字的组合 里面的效率 那自然就令到它去read 那些data啊 它那个process的速度等等的东西 其实都没有我们表面上看这么有效呢 那这个呢 我就觉得就 语言已经不是一个障碍来的了 尤其是如果你看Metta自己的公布 就是它是 它弄这个model是支援很多种语言的 所以不要只说 你不是用英文就用起来就差点 其实都没有什么这回事的了 现在呢 当然了 我自己都有用一下这些语言模型的 比如你说 我要出一个 我阅读理解的文章 但是呢 我不想全班考同一样的东西 那我就叫个 语言模型帮我就是 现在呢 我希望呢 我想将这37份 我看过的paper里面 所讲的重要的东西 全部summarize 去到1000字里面 但是我最后 我想要七个不同的version 嗯 其实它就可以按个按针去 全部给你了 但是譬如说 你要的style是怎样的啊 你就要可以和它慢慢地 加一些要求 你看完之后都觉得 不满意 其实我想这里再多些什么 这里再少些什么 你和我再商量了 接着你花了一段时间 和它这样相处 一路去给它一些数据 然后再多给它指引 就好像呢 你去 请了一个新的秘书回来 你现在要去 帮你去出封信 然后其实就是说 你来来往往幾回合 你去跟它说 你现在知道我想要什么的了 下次你跟回这个经验 去去出这类这样的信 就叫它为之training它了 是不是 那其实它的语言无形就是 当然它的用途 不是只是出封信那么简单 它还有很多其他任务 你可以给它 譬如说 综合一堆的数据 你和我看完今天所有的 现在今天出世界各地出的报纸 我想综合了这些数据出来 或者再简单一点 现在各个民调机构 它公布了自己的民调 我想出一个 summary 全部综合了现在 譬如那个 美国总统大选 最新鲜滚意辣 那个的民调是怎么样 和我将现在在现有 近这24小时来 才公布的那些民调数据 全部给我画了图出来 列了表出来 这样的样子 甚至乎再写一篇东西来 去总结一下 究竟那个发言是怎么样 就是这种叫做 搜集数据 综合分析能力 它就不是纯作文了 你直接是搜集数据综合分析能力 再去将它写一篇东西出来 去很简简易改地告诉别人 就是那个不是普通一个秘书那么简单 而是它可以连一个analyst 以及去做graphics 去做present的那些 就是几样能力 就是一个叫做 一个项目管理 资料分析搜集 以及文书工作这几样东西 集于一身 而且它是可以不会累 以及它可以一次过承载的资讯量很多 那你发觉就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 如果你认为选举就是一场选战的话 那如果我将这些命令 这些任务放在一个实战那里 现实的战争那里 我将我现在现有的一些情报 无论是刚刚哪里公布回来 配合回来的 还是我现在手上的那些 你全部综合在一起 然后就做一个整体的战场形势分析 然后就是哪里最需要什么物资 那些情报 要最快作出什么反应 以及给一些建议 就是最好加强哪里的支援先 那你会发觉已经是完全可以交给 这些语言模型去做的 这个语言模型 不只是跟你去阅读理解不简单 它是有整套可以拿到数据 综合数据和分析总结的能力都出来了 所以其实就是说 你将它均不均事用 这些是一线之差的 只要在现实上 就是一个现实世界上 有其实很多分秒必争的这样的场合 需要处理大量数据的 无论是金融市场 无论你说是一场选举的大战 或是几间公司之间的商业竞争 你会发觉全部就是 关乎在一个游戏规则里面 你掌握到多少的资讯 以及如何去运用这个资讯 所以剩下的问题就是 你有这样的模型去帮你去做这个assistant 你有没有一个好的研究 让它跑快一点呢? 还有就是你本身输入的情报 有多么精确呢? 那就最后就是决定了 你给出来的结果的质量是什么 所以在这里我会看到就是说 用这个matter llama的模型 放在自己的用途上面 本身就是这件事就是 听起来就好像用到军事用途那样 但是其实你会发觉 很容易将这些任务 是break down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任务来的 嗯 如果这样说呢 其实matter 我就这么想 matter和中国就好像很有计计的 就是我们看到朱克伯格次次 那些访问中国团 你都会看到他在那里的嘛 那他跟中国就很想拉上的关系 那会不会这个open AI 就是叫做 他就开放了 就是他那些source的情况呢? 在某程度上 不是open AI还是open AI 他不是open AI ok 没老年 是 sorry 那他那个位置 你觉得呢 就是他这样公开的做法呢? 算不算是其实都是有favor到中国这些严谊位呢? 他呢? 我不知道他天真还是什么 就是 其实在那个电脑文化里面 一直有一些是 视为商业秘密的source 一些code 和一些open source 是一直是并存的了 就是做得电脑的人 实在很清楚Linux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你大陆又说不用Android 不用Apple IOS 那自己要搞一套鸿蒙出来 是 是 谁人都知道他由Linux搬一些东西过来的 就是 是的 就是这样最快靓正的嘛 那份功课不用由头做的嘛 他自己 就是自己再抄一些 跟着再customize 那些学 就是 就是 就是预了就是这样 你可以说这件事在过往就是很促进了很多的进步的 就是很多很多人给了很多新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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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由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的工业革命 哪个能够发展到 運用到更加好的人工智能 或者掌握得到更加尖端的人工智能技术 就决定了你的國家的强弱的了 是的 是的 那如果你突然间有人把这些东西扔出来 大家可以一起用open source 那你就算是一样东西 叫做 減慢了这个差距的拉开 就是可以叫做拉近大家的距离 是的 所以就是 每个都是这样用的了 就是 我会说 不光是中国的了 你告诉我 北韩不用 我打死不信 就是俄罗斯没有用到 我也打死不信 俄罗斯当年是有很悠久的历史 去偷美国软件来用的历史 试过还出个事的 是不是 所以就 不是 就是好像看起来的标题很惊讶 但是其实没有什么很惊讶 是的 那接下来我觉得更加需要看就是 因为你那些这样的语言模型呢 出来的东西是否漂亮 视乎你给进去的情报是怎样的 数据是怎样的 是 然后 你软的快不快就看你的硬件是怎样的了 而且很多时候 是的 而且你那些战场上的事情 差一秒就一秒 差半秒就半秒 你只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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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有一些叫做交易 网上交易平台软件 你不用钱的版本就是 那些价位就迟15分钟报给你的 那别人就很清楚了 你就差那15分钟就吃硬你的了 有些事情就是你迟15分钟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那些数据 尤其是你去做短炒的话 是不是 那 那 那 现在 就是 包括限制中国呢 去怎么拿到那个 人工智能的那个晶片 就是很多不同 比如说很多 很小的纳米 就是几纳米的那个晶片 等等 那也都限制 比如说那些光刻机 很多的东西 那其实都是在科技上看得到的了 就是你现在呢 去炼死了你那个科技的发展呢 那那个 就是我们经常说 发展中和已发展的国家 就是他们那个科技的差距 或者叫做强国之间的那个世代差距 其实可不可以说这次又是另一种革命呢 又是 就是美国再次去抛离 就是它主要竞争的对手呢 我们说俄罗斯 中国等等 这些一个机会在那里 所以就不停地压制着 就是中国拿得到这些晶片的途径呢 是的 就是这里呢 我在其他节目有提过的 其实有一种 就是一个新的工业革命 已经是不知不觉都开展了 几个因素都齊了 你要有 最初你提到光刻机这些东西 因为它是用来制备这些晶片的最重要的工具 你没有这个生产资料 你想要这些晶片 你真的只能跟别人买 然后我也不愿意把最先进去卖给你 也限制了你的技术 你的生产力和技术都限制了 好了 就算你有了这两个东西 你这个国家有没有这么大的电量 去支持这些东西大量生产呢 接着就讲到我们以前节目 讲过好几次的那些核能 尤其是微型发电机组的发展 所以你发觉突然间轟了上去 就是在股市上也好 或者在那个发展上的竞争也好 我们讲到太空的东西 继续讲到那些精准科技的东西 和放在月亮上面的核反应堆 你会发觉这些东西原来 又可以很有效地供应到 整个人工智能产业的生产 无论是人工智能的工程 以及帮助你生产那些GPU 需要的那个电能 那全部你就在里面了 大家看看最近黄仁勋去台湾 一开口就要价 就是你要我在台湾生产 我这些GPU都可以 你台湾首先要保证到供电 要供应100亿度电给我 或者100亿度电 你想想 我们100亿这个数字 我们在亿力多才听到 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整个香港都用不到100亿度电 整个香港有70亿度电已经够有炸的了 现在突然之间你为了要养这个 一个这样的厂 你要100亿度电 那哪个国家有能力 它有这个infrastructure去建这些东西呢 那它才有资格去跟你玩 这个人工智能生产的那个游戏 所以你说美国它没有看到这些东西 我也看到了 美国怎样看不到 所以就都看到这个是下一个级别的科技战争 也都建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入门 就是入场卷 这张入场卷呢 变成了就 其实这个世界具备 可以玩到这些东西的国家 其实真的不是很多的 是 是 是 就好像我们说五十年前 玩得起核弹的国家也不是很多 是 是 所以就这次呢 就是我们说这个 就是来自中国解放军呢 就是去利用AI的技术去做一些训练 那些呢 其实就不是说很新奇的东西 那当然呢 比如说去训练进去的数据那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来的 那或者做一些兵推那些呢 都同样都是 那当然也都 其实某程度上 又不可以完全取代做实战的那些模拟 那些模拟呢 因为始终 战争呢 就千变万化的 那就不只是呢 就是那些数据世界呢 就能够模拟了所有的东西的 那所以呢 我们都会继续去观察 就是世界其他一些的军事演习上面呢 那那其实那些真正数 战场的数据 我们说的乌克兰上面的 战场的数据 都仍然是十分之有效的 那这个我们就再继续观察成事啦 好那今天多谢一堆博士先 那就给我们呢 就是知道了更多呢 就是现在呢 AI上面的应用啦 还有呢 会不会拉开了世界各国呢 那个的差距呢 那现在这个时间呢 就是在来近这几年 应该都仍然是相当重要的 窗口去观察的 好那我们呢 在下一次的军公开密啦 再和大家再见啦 好拜拜 拜拜